利于优化手游操作体验 小机发布了G5触摸版无线游戏手柄 采用了全尺寸设计 体积随大 但保证握感稳定性 同时特殊按键配列 单摇杆布局 圆盘是十字键位 右侧触摸式ABXY按键 针对手游施机 融入了一块圆形触摸版 取代传统右摇杆配置 游戏中拥有与触屏瞄准 设计相同的操作体验 或摸拔类游戏技能指向操作 此外 上下分布了一共八颗摸拔类游戏 免生键位 能与之一一对应 进一步提高游戏操作效率 不仅如此 中指区与实指区按键数量有所增加 相比传统手游手柄 小机G5按键数量优势非常明显 通体多达33个按键 这意味着它能够映射更多键位 知机类游戏能更好玩 全脱离触屏操作 小机G5手游手柄 功能按键大多改用微动开关 相比传统导电胶 按键触发形成短 确认感更强 而摸拔类游戏 衍生键位 手感调校偏硬 点击有点费力 手柄握把外壳拆却式结构 提供了一个USB母孔 接入键鼠套装使用 另一侧倒是配置有 无线接收器收纳舱 其中握把外壳虽然没有防滑橡胶加持 但表面圆点纹理 增加摩擦系数 提升防滑性能 隐蔽式手机支架设计 具备两段式角度调节 能够加持兼容绝大部分手机 小机G5通过蓝牙无线连接设备 搭载了G引擎 手机安装小机游戏世界 同时通过APP启动游戏 技能直接启用按键映射功能 进行手柄操作 映射功能以全幅球 钳制在游戏界面上 随时可以进行键位自定义 得益于丰富的按键数量 知己类游戏中占据绝对优势 几乎可以完全脱离触屏操作 区别于一般游戏手柄 小机G5触摸面板 带来的瞄准设计体验非常强大 移动可快可慢 可以说是相当跟手 要是传统右摇杆操作 转心移动只能是一个匀速过程 显然不及触摸板操作迅速高效 而且精准 另一方面 摸摸类游戏远升按键优势 王者荣耀游戏中 技能按键一一对应 上手适应更快 唯一不足的是触摸式AVXY按键 缺乏传统物理按键反馈 不过AVXY按键再触点设计 补充触觉反馈和利于盲超叛位 而针对待指向性技能 讲机G5触摸板操作优势进行 技能与方向选择组合 在触摸面板上 实现与触屏一样的高效操作 小机G5握把上的USB接口 集成了键鼠转换模块 配合无线键鼠套装 与按键映射功能 即使手游也能享有 与端游相同的操作体验 尸击和王者都可以使用键鼠操作 与触摸板又形成了 另外一种的游戏体验 小机G5拥有全指色设计 摸板类游戏演算键位 和触摸板的加持 同时兼顾了FPS 摸板类手游应用 优化了传统手游手柄操作体验 结合了手柄多件组合操作优势之余 又还原了部分触屏操作的高效性 是一款真正为手游而生的游戏手柄